1940年1月10号 一架德军BF-108飞机 从明斯特附近的机场起飞前往克隆 这架飞机上有一位德国的空军官员 他携带着德国空军进攻比利时的相关计划文件 在当天由于大雾天气飞机迷航 飞行员根本就没有看到了银河 这架飞机一口气飞到比利时的马斯米赫伦 飞机迫降坠毁 幸运的是 飞机上的人都没事 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发现自己身处比利时 这位德国空军官员大惊失色 飞机上的机密文件还没来得及销毁 他们就被比利时的边防军给抓获了 黄色方案就此泄密了 这个泄密的黄色方案 是德国进攻西线的作战计划 英法以及第一第三国评不黄 因为早在泄密事件发生之前 英法高层就已经把德国军方的作战想法 拆了个七七八八 他们几乎都可以确定 德国肯定会再次尝试 实力分析化 这个泄密文件只是证实了之前的推测 德国位于阿尔卑斯战牌的北面 地处欧洲大陆中心 这片区域东西通透 战略上没有终身 如果德意志想在欧洲寻求类似于英国一样的帝国地位时 就会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风险 德意志临头有限 又缺乏殖民地 没有足够的人力无力打一场消耗战 那么仗应该怎么打呢 德国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德国的战役思想一直在向前发展 其核心移满相成 总结下来就是要在战役层面打快速运动战 来完成歼命战略 就是说 德国的地缘政治决定了德国始终面临双线作战的风险 而德国的人力无力又无法支撑一场双线战争 所以德国如果想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破解双线作战的困局 就必须快速击败双线中的一线 然后再快速调兵到另外一线 将双线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举残灭法国主力 然后再来想办法对付英国、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失败 施力分计划破产 这一度动摇了德国传统战役思想在陆军中的地位 随着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 无线电、飞机、坦克、摩托法 这张快速运动战更上一层楼 德国陆军的各级军官对德国传统战役思想重拾信心 在此基础上发展符合德国国情的装甲兵纵身理论 波兰战役前夕 德国军方就曾经担忧 打不赢与法国波兰的双线战争 希特勒摸清了英法绥靖逼战的脉搏 同时揣测斯大林的东欧需求 成功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之后联合苏联发动波兰战役 36天就瓜分了波兰 闪击波兰的作战行动震惊了世界 这是德军战役理论的一次 至关重要的实战检验 之后德国把精锐部队快速拉到西线 如此一来 德国所面临的波兰法国的双线战争难题 也就算是完美解决了 德国破解了第一重的双线危机之后 又陷入新一重的双线 这就是西线的盟军和东线的苏联 由于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 苏德之间虽然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但是在短期内也被敌人 德国苏联瓜分波兰之后 苏联在1939年11月30号发动针对芬兰的战争 这就是苏芬战争 又称之为冬季战争 大概在1940年3月13号结束 前后历时105天 苏联前后参战的总兵力80万左右 伤亡高达35万人 苏芬战争以苏联的产胜而结束 希特勒看完了苏芬战争之后 说苏联就是一脚能够踢倒的建筑物 斯大林对苏军的表现也非常不满 苏联高层立刻开始针对战争暴露的问题进行军改 在整个1940年 苏联忙着搞军事改革 同时又在马步停蹄里构建东方战线 自顾不暇 不仅如此 苏德还保持着亲密的贸易往来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一旦德国与英法爆发战争 苏联没有理由趁机攻击德国 并且德国与英法集团开战 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如果他们两败俱伤 那斯大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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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将面临行动缓慢的难题 法军将会有足够的时间调兵前将 在这一带组织有效的反击 法国的贝当将军曾经宣称 阿登森林是坚不可摧的 法国总司令甘默林也认为 阿登地区是安全的 如此一来 最适合德军主攻的区域只剩这片区域了 位于阿登森林的西面 从德国卢尔工业区 到法国的康布雷一马平川 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 特别适合装甲部队行动 法国陆军总司令甘默林 猜中了希特勒手中的牌 因法高层按照防备德国施利芬计划 进行作战部署 由于荷兰比利时属于中立国 如果因法进军比利时 就会破坏比利时的中立 也会背上侵略者的罪名 因此 法国无法提前在比利时驻军 就把精锐主力和大部分的机动部队 以及英国远征军都部署在桑布尔河 到英吉利海峡之间的法国边境上 早早就做好了迎战德军的准备 一旦西线大战爆发 德国肯定会破坏第三国的中立 到那时 荷兰比利时求援 因法联军能第一时间 从法国边境前往支援 除了法国边境这个基本防线之外 因法高层还提前制定了一个 在比利时国内的防御计划 这条防线从法国边境的埃斯科河畔空带 沿着埃斯科河一直到安特卫普 也可以从根特直接到达海滨城市泽布里河 防线的核心是沿着埃斯科河布防 被称作埃斯科河防御计划 简称E计划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到德国法国边境的距离 大致相等 如果德军按照闪击波兰史的进军速度行军 法军可能最多推进到埃斯科河一线的安特卫普 就会碰上德军 盟军将没有时间推进到更远的地方 英法高层认为 按照E计划进行防御足迹 最为可靠 1939年10月24号 法军总司令甘姆林上讲 下达指示 一旦西线战事爆发 没有十足把握 不可越过E计划所设定的防线 到1939年末 比利时提高了阿尔伯特运河沿线的防御 盟军高层认为 一旦战争爆发 比利时军队肯定能在运河一线 拓延德军的进攻速度 之后 比利时军队就可以从阿尔伯特运河一线 撤退到首都布鲁塞尔的北部 沿着迪日河一线 守卫安特卫普到鲁温之间的防区 英国远征军 也将前往比利时的迪日河一线 驻守鲁温瓦夫尔之间的防区 英国远征军 由英国的哥特将军指挥 驻扎在法国的阿拉斯 到里尔一带的法国边境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 英国远征军扩大了规模 有三个军共有12个师 再往南就是让布鲁祖廊 这个祖廊位于桑布尔河 莫兹河的北面 瓦夫尔与纳姆尔之间 宽度40公里左右 德军可以从马斯特里赫特 途经让布鲁 直打法国的康布雷 这段区域一马平川 这是传统意义上 南下进攻巴黎的必走路线 更危险的是 比利时在这个阻廊区域 根本就没怎么修防御攻势 如此重要的区域 将交给法国的第一集团军来防守 第一集团军驻扎在 圣康坦以北的埃斯克河一带 紧挨着英国远征军 下辖四个军 共有十个师 其中包含两个清计划师 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第一集团军是法国最精锐的主力 这就是迪尔河防御计划 简称D计划 D计划完整的防线 是从法国日委开始 沿着莫兹河 延伸到比利时的南门尔 经过让布鲁阻廊 瓦夫尔和鲁问 沿着迪尔河 到达安特卫普 这条防线的长度 大概有150公里 后来盟军对形势的预判 更加乐观 他们认为 一旦战争爆发 赫兰德·埃斯克河河口 以及贝弗兰半岛 也必须牢牢控制 从而确保盟军 在比利时作战时的 物资工艺 同时 德军也将失去 攻击英国的跳板 为了确保 这个河口的安全 盟军的防线 还必须向东北方向 推进到荷兰的 布雷达·蒂尔宝一带 如此一来 盟军既能保护河口 又能与荷兰 二十多万军队建立联系 形成一条统一的战线 这将交给 法国的第七集探军 来实施 法国第七集探军的防区 位于英国远征军的西北部 一直延伸到东克尔克 由基罗上将指挥 下降两个军 一共六个师 其中包含一个 轻机化师 和两个魔头发布兵师 第七集探军 是法国第一集探军群的精锐 是一个机械化快速部队 早在1939年的十月份 也就是布兰战役 结束的当月 希特勒就曾经要求国防军 立刻对西线发起进攻 要知道 在当时 波兰战役才接受没几天 希特勒几乎没有给国防军 一丁底的修整时间 最重要的是 西线的对手 那可不是波兰 一旦开战 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 楼森堡 将同时成为德国的交战国 德国要一大五 法国英国都是人口军事大国 荷兰皇家陆军 也有二十多万的兵力 比利时能动员六十万兵力 德军的对手 要远远强于波兰 就算是满血的德国 尚且需要掂量掂量 何况刚刚打了波兰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 布劳西齐大将和总参部长 哈尔德上将 等众多德国高级将领 在面对希特勒的要求时 信心严重不足 德国军方并没有信心 一举击败西部的这五国联军 但是 将他们逼退到 法国索姆河一线的信心 还是有的 打到索姆河一线之后 如果要对法国本土 发动全面进攻 还需再修整两年 要等到1942年才能实施 哈尔德将这样的黄色方案 制定完成 希特勒很不喜欢 他希望发动一次 类似布兰战役一样的闪电攻势 快速击灭法国 取得全面胜利 而不是仅仅占领 第第三国和法国北部 希特勒不仅要胜利 还要速度 要等两年再打 那苏联什么时候打 希特勒很不满意 德国军方的这些高级将领 找各种理由 希望希特勒改变想法 而希特勒却不断对军方施压 要求趁着盟军不备 发起突然攻击 由于希特勒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和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在战略计划上没有达成一致 对法作战 在战略计划的制定阶段 就陷入了僵局 德国A基坦军群总司令 伦德·史泰特大将 和他的总参谋长曼斯坦一中将 也反对这个黄色方案 曼斯坦一认为 德国要用一次突破 来包围西部阴法的主力 将其彻底歼灭 而这个突破点 就是法国的四当地区 曼斯坦一的计划 得到古德里安的支持 并且古德里安提出了一种 更加极端的打法 就是将德国所有装甲力量 集中起来 攻击色当地区 之后利用装甲部队的 机动优势独立行动 不需要等待后面的步兵 装甲部队要迅速奔向 英吉利海峡 出现在盟军主力的后方 这样一来 会导致盟军在战略上瞬间崩溃 之后 曼斯坦一综合了古德里安的观点 不断修改作战计划 多次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他的战略构想 但是 由于这种打法过于冒险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质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拒绝采用曼斯坦一的计划 一直到1940年1月10号 德国的黄色方案显密 消息传到柏林 这让德国高层极度恐慌 之后希特勒大发雷霆 要求军方赶紧改方案 在这期间 曼斯坦一计划被当作替代方案 提交给了希特勒 希特勒眼前一亮 2月2号 希特勒详细了解了曼斯坦一的方案 拍案较绝 希特勒认为 曼斯坦一计划 可能足以实现决定性的胜利 2月中旬 希特勒命令陆军总指挥部 按照曼斯坦一的构想 修改黄色方案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 也一转之前的态度 接受了曼斯坦一计划 1940年2月24号 黄色方案第4号文件发布 绝大多数的德国军官都非常震惊 都觉得 这种方案 简直就是把装甲部队拿去送死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 也因此被称之为 坦克部队的绝目人 哈尔德之后也做了些妥协 特意把装甲部队 独立穿插的大弹构想 完全删除 相当于否定了古德里安的构想 这让古德里安非常不满 总之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 无视各方的反对意见 坚持曼斯坦一计划 哈尔德认为 盟军的防线如铁桶 德军想要以常规打法 获得决定性胜利 几乎没有可能 曼斯坦一的骑袭计划 虽然风险很大 确实有机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希特勒本人对曼斯坦一计划充满信心 他姑测 只需六周时间 便可取得全面胜利 到1940年的2月底 德军的主攻方向 已经转变到南方的阿登地区 德军将20个师 包含7个装甲师 和3个摩托化步兵师 从B级坛军群 调派到A级坦军军 在埃菲尔高原上重新集结部署 德军的主攻任务 将由A级坦军来执行 德国国防军陆军 分配给A级坦军群 1753辆坦克 一共7个装甲师 每个装甲师的坦克 大概有250辆 而B级坦军群的坦克 只有808辆 并且这些坦克 大部分都是性能落后的 1号2号轻坦 更加相近的3号4号坦克 都分配给了A级坦军军 A级坦军群 除了这7个装甲师之外 还有一个山底师 和27个步兵师 加上预备队的8个步兵师 A级坦军群 总共有43个师 按照曼斯坦英计划 A级坦军群 将要跨越阿登森林 攻击法国本土 这是一招险棋 不成功便从人 比利时的情报机构 通过各种情报 推断出 德军部队主要集结在 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 德军的主攻区域 应该在阿登地区 比利时因此向法国发出警告 但是没有引起法国的注意 1940年3月 瑞士的情报机构 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 发现了大量的德军机械化部队 而法国自己的情报机构 通过飞机侦察 发现德军在卢森堡边界的乌尔河上 偷偷地搭建福桥 总之 各种各样的报告和消息蓝天飞 已经无法判断 哪些是烟雾弹 哪些是真消息了 无招胜有招 因法的战略部署一切如旧 法国第一集探军群 最最核心的精锐力量 也就是第七集探军 英国远征军 以及第一集探军 按照原计划 依然放在西部 第一集探军群的这五个集探军中 最弱的两个 也就是第九和第二集探军 部署在阿登森林的南面 盟军高层认为 法国第二和第九集探军的防守任务 是整个集探军群中最简单的 因为对面的阿登森林 地势复杂 缺少道路 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果德军打算从这进攻 穿过阿登森林 至少需要五到九天的时间 同时 法军又有莫兹盒作为依托 色当甚至在两个星期内 不会有任何威胁 在战争爆发的两个月之前 大国的佩特拉特将军 就曾经提出不同意见 他认为 德军穿过阿登森林到达色当 最快可能只需要六十个小时 而不是普遍认为的 需要五到九天的时间 但是 这个观点并没有被重视 1940年5月9号晚上 祝柏林的比利时官员 向国内发出警告 表示 德国人极有可能在第二天 也就是5月10号 发起进攻 在边境上 发现德军有进攻的迹象 1940年5月9号晚上 9点整 德军对荷兰 比利时卢森堡 同时发起进攻 1940年5月10号凌晨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收到一份边境发来的警报 凌晨1点半 比利时全国建备 紧接着 德军发起攻击的消息 传遍世界 法国战役爆发 和布兰战役一样 德军率先对第三国实施空袭 5月10号凌晨4点左右 德军第四航空队 集结了1375架各式飞机 对比利时实施空袭 德军在战前的情报工作 做的比较到位 对比利时的机场 桥梁 通讯设施等重要目标 了如之场 德军的空袭 对比利时造成重大损失 比利时空军装备的飞机 也只有377架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款飞机 比利时空军 在第一天就丧失了战斗力 与此同时 德国空军出动了800多架飞机 攻击荷兰的重点区域 荷兰空军只有155架老款飞机 毫无招架之力 之后 德军将4000散兵 空投到荷兰府里 对荷兰的机场 桥梁等重要的区域 实施破坏河战领 5月10号上午 盟军的第一集团军群 全军开拔 做铰链运动 目标是比利时的第二河一带 执行第二河防御计划 当时 荷兰军队大概有10个1024万人 坦克只有几十辆 可以忽略不计 荷兰军队几乎是纯步兵单位 无法抵挡德军的进攻 荷兰军队唯一能做的 就是炸桥撤退 撤退炸桥 在战争的第一天 荷兰北部边境的守军 一口气炸完了236座桥梁 之后撤退到梅伯尔 格罗宁根一县 在荷兰南部的林宝地区 有一部分位于莫兹赫的东面 这部分肯定是守不住的 荷兰在这只部署了少量军队 5月10号上午 炸毁了莫兹赫上的所有桥梁 当天中午 荷兰军队就撤出了马斯里赫特 战略要地马斯里赫特 落入德军之手 荷兰中部守军 依靠荷兰水线进行防御 这是一条 依托河流湖泊构建的防御战线 德国贝基坦军群的主力 绕开了这条水防线 从南部的亨纳泊发起攻势 荷兰军队无法抵挡 在当天晚上8点半 荷兰军队放弃佩尔拉姆一带的阵地 向西撤退到南威廉斯运河 依托这条运河 建立了一条临时的新防线 这条防线十分脆弱 当晚10点 法国的潘哈德178装甲车队 开始抵达荷兰的边境 这是法国的第一清计划时的部队 属于法国第七集团军的前锋 当法国的第七集团军进入荷兰之后 各级将领都非常不约 原因是 他们本来以为荷兰军队 依靠这条边境防御攻势 至少可以阻止德军四天时间 没想到只过一天时间 莫兹河与佩尔拉姆防线就陷落了 战争刚开始 B一潭军群大张旗鼓地 对荷兰比利时发起大规模进攻 德国空军力量 频繁对比利时荷兰实施空袭 有谁会怀疑这不是主攻呢 我们把目光移到A集团军群 这才是德军的主攻 克莱斯特装甲集群 是德军A集团军群的前锋 下下第19第41装甲军 和第14摩托化军 其中古德莲统领的第19装甲军 又是前锋中的矛头 精锐中的精锐 下下三个装甲师 分别是第一第二第十装甲师 第二装甲师装备了251辆坦克 第十装甲师装备了247辆坦克 第一装甲师装备248辆坦克 这三个装甲师的装甲力量 基本相当 唯一不同的是 第19装甲军大部分的火炮 也都分配给第一装甲师 同时还增加了 至少一个团的兵力来加强 第一装甲师将要承担主攻任务 第19装甲军总兵力有6万人 总共又有坦克788辆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 在5月10号当天早上5点半 从瓦兰多夫附近进入卢森堡 卢森堡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 古德里安的三个装甲师 在卢森堡行军非常顺利 古德里安乘坐装甲指挥车 随同第一装甲师向马特朗日前进 就在5月10号当天 古德里安的装甲军进入阿登森林之前 德军率先出动了200架小飞机 将大德意志步兵团第三营的两个连 运送到阿登森林南部的尼姆垂卫一带 这两个连的任务就是搞破坏 之后 法国第五轻骑兵师 北历时第一阿登列骑兵师 发现了这些小古纳粹破坏分子 将他们一举击退了 当天下午 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一部分步兵 与古德里安的第一装甲师 在北历时的边境会合 另外一部分在北面 与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师会合 而第十装甲师已经抵达新阿板 并与法国的第二轻骑兵师 和第三殖民地步兵师交上了火 这些轻骑兵没有反坦克炮 侦察骚扰还行 如果和德军装甲师刚正面 那就是怂 所以 在北历时的步兵师 这些轻骑条件 他们在北历时的步兵师 在北历时的风格 可以通过 在北历时的预期 在北历时的预期 草证的预期 不是预期 在北历时的预期 在北历时的预期 预期 预期 甚至会面临被困的危险 所以德军A7军群的克莱斯特装甲机群 要尽一切可能持续推进 5月10号晚上 法国的侦察机发现了阿当地区有德国的装甲车队 但是没有摸清有多少兵力 法国军方认为这是德军的次要攻势 是为了配合德军在比利时方向的主攻 第二天5月11号上午 古德莲的装甲部队终于清理完了道路 古德莲伴随着第一装甲师继续推进 开始攻击纳沙托 很快就占领了此地 之后第一装甲师马不停蹄继续前进 一举攻占了贝尔特里 之后第一装甲师就朝着法国边境开去 5月11号当天傍晚时分 第一装甲师的前锋 抵达比利时的边境小镇不永 在当天晚上驻守这个小镇的法军并没有撤退 古德莲的第一装甲师 准备在这一带停留一晚 此时此刻 第二装甲师已经攻下了利布拉盟 按照计划继续前进 德军的第十装甲师在圣马里附近 阵亡了一个中小步兵团团长 看来法国的第二清齐兵师 和第三殖民地步兵师的阻击 打的还是挺激烈的 难怪克莱斯特在这个时候召回古德莲 要求第十装甲师改变进攻方向 要朝着龙威的方向前进 可能就是担心 德军的装甲军被法军朝后路 在古德莲的反对之下 得以继续向色囊方向行军 德军前锋只用了36个小时 也就是一天半的时间 就到达法国的边境 在阿登地区 能让德军战车行走的道路 趋之可数 并且阿登森林地情复杂 道路的情况奇差 德军A7军群的前锋 一共七个装甲师 同时出现在阿登森林 庞大的车队 在仅有的几条烂路上行军 造成了严重的堵车 这么庞大的目标 法国军队难道没有发现吗 当然发现了 在11号的当天晚上 也就是前一天晚上 法国的侦察机就发现了德军的车队 但是由于黑灯瞎火 德军车队隐蔽的很好 又不开灯 法国的侦察机 没有查清德军的规模 那为什么不在白天侦察呢 看得清楚啊 两个字不敢 当时法国总司令 甘莫林上架 在构建莫兹和防御时 运送物资的火车 白天都不敢出动 就是为了提防德国的空军 在色当战役爆发之前 也就是5月12号之前 由于德国空军的飞机 绝大多数都投放在荷兰 以及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集团军只要骗过盟军 吸引并拖住盟军主力 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事实上 这场阳攻 德军打得还非常不错 后来 法国的第一集团军被打崩撤退 德军几乎假戏成真 色当的危机凸显 而法军德军又在比利时的阿尼爆发了大战 盟军被迫改变战前的作战计划 法国总司令甘莫林上架 命令第七集团军的第一清极计划师 撤出荷兰的地人堡 向南支援法国第一集团军群的右翼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法国要放弃荷兰了 德军的第九装甲师抓住机会 在5月12号早上 向地人堡的北部发起攻势 荷兰军队毫无招架之力 顿时一盘散沙 5月12号中午 德军第九装甲师向西行军30公里 与穆尔代克大桥的德军桥头堡取得了联系 荷兰的核心地区被德军包围了 下午1点35分 法国总司令甘莫林上将 为了加强后方的防御 命令在荷兰的法国军队 全部向比利时的安特韦普撤退 法国的第七集团军 这个精锐的机械化快速部队 花了一两天的时间进入荷兰腹地 没有向德军开一枪 就撤退回防了 战争初期 宝贵的三天时间做了无用功 随着法军的离开 荷兰南部的北布拉班特地区 基本上就落入了德军之手 在中部 荷兰军队还在继续抵抗 双方爆发了数万人规模的格林堡之战 荷兰军队不抵德军 格林堡最终还是险落 之后 荷兰的反击就入了很多 在路特丹和海牙周围 荷兰军队不再对德军的散兵进行反击 只是采取安全守卫措施 德军第九装甲师很快抵达路特丹 在这个时候 荷兰政府已经非常悲观了 虽然荷兰政府还在坚持战斗 但是 已经明确指示戈基将领 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向德军投降 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到这儿荷兰基本上大势已去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重点放在比利时 古德里安的第一装甲师 因为边境道路布满了地雷 被挡在布勇无法前进 而第十装甲师进展迅速 很快就突破了法国边境 古德里安终于松了一口气 5月12号下午 第一装甲师 第十装甲师 都已经抵达莫兹河的北岸 当时德军 埃吉坦军群的车辆 在阿登森林的堵车总里程 长达两三百公里 第二装甲师 也还堵在森林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到 古德里安不等人骑 立刻对色当发起进攻 德军的第一 第十装甲师 一举攻下了色当城 开始为渡河作战做准备 色当其实是德军 埃吉坦军群的三个渡河点之一 另外一个 在色当西北三十公里的蒙泰梅 即将在蒙泰梅渡河的是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另外一个装甲军 第四十一装甲军 这个装甲军有两个装甲师 分别是第六和第八装甲师 最后一个渡河点在迪南 距离蒙泰梅五十公里 霍特的第十五装甲军将从这里渡河 这个装甲军隶属于克鲁格大将的第四集团军 第十五装甲军也有两个装甲师 分别是第五和第七装甲师 其中第七装甲师的师长就是卢梅尔少将 在后来的北非战场被称作沙漠之湖 非常知名 在德军主攻的对面 也就是龙维瑟道纳木尔一线 是由法国的第二和第九集团军来防守 这两个集团军是法国第一集团军群 五个集团军中最弱的两个 第九集团军下辖三个军 总共九个师 其中有两个亲戚兵师和一个摩托法部兵师 第九集团军沿着莫兹河 守卫从纳木尔到沙拉维尔之间的防线 第二集团军驻扎在阿邓斯林的台面 有亨斯克上将担任集团军司令 一共有七个师 其中包含两个亲戚兵师 一个北非部兵师 一个殖民地部兵师 总体来说 第九集团军的实力还行 但是第二集团军就太弱了 兵力不足配置混杂 第二集团军住房的区域很大 从瑟当延伸到龙桂永 长达70公里 确实配发了16000枚地雷 在瑟当附近甚至就没有部署地雷 负责防卫瑟当的是法国的第55步兵师 这个师是一个毕业的偏师 另外第71步兵师可以实施增援 瑟当前线的这两个法国步兵师 装备一般 严重缺乏反坦克炮和高射炮 一旦遭到德军的攻击 只能被动防守 所以这两个步兵师的战斗力非常薄弱 莫兹河在瑟当一带的宽度只有40米左右 很容易被跨越 好在莫兹河的西南岸是堵峭的山坡高地 法国在这一片高地上建立了105座混凝土的掩体堡垒 就是因为这些堡垒的存在 德国军方曾经严重质疑在瑟当实施突破的可能性 后来德国军方派出侦察机对这些堡垒进行航拍 经过仔细研究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瑟当附近的这些防御工事只是一般的掩体 它的质量和马其诺防线上的巨型堡垒相比差得很远 事实上截止到战前 瑟当附近的堡垒存在大量的问题 很多掩体都不完整 很容易遭到步兵的攻击与渗透 在5月13号凌晨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下辖的三个装甲师全部抵达瑟当附近 第10装甲师在瑟当南部的瓦德林科特附近准备渡河 第二装甲师将在洞石里渡河 重点来看第一装甲师 这也是主攻 第一装甲师准备从瑟当附近的哥里耶渡河 然后攻占马尔菲高地 渡河任务非同小可 需要持续饱和的炮火支援 第19装甲军一共只有147门火炮 法国守军有174门 如果算上北部沙拉维尔的火炮 法国的火炮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此时此刻 之所以德军的火炮如此之少 是因为还有大量的炮兵部队依然堵在山里 古德里安将装甲部队仅有的火炮集中起来 全部用来支持第一装甲师从哥里耶渡河 由于本身火炮数量不足 又缺少炮弹 这个时候 古德里安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空军身上 德军参战的飞机主要来自第二航空队和第三航空队 德军把作战飞机分成两支战斗机群 一支用来支援背脊弹群群 作战的飞机有1815架 另外一支用来支持A-73群和C-73群 飞机总数达到3286架 从数据来看 参与法国战役的德军两个航空队的飞机总数达到5000架 盟军的飞机除去荷兰比利时的 总共大约有2500架 但从数量来说 德军的空军占据巨大优势 古德里安的第19专甲军作为A-73群的前锋 在他的身后有1470架飞机随时待命升空 这些飞机只要古德里安一声呼叫 最快十几分钟便可飞到前线提供空中支援 渡河战役即将打响 古德里安就给第三航空队的指挥官 斯波雷上将打电话 希望他的飞机在哥里耶和瓦德丁科特之间 尽最大的能力轰炸 关于如何轰炸的问题 古德里安与斯波雷也提前交流了一下意见 经过双方的一番讨论之后 制定出一种新的打法 就是空军的飞机将以小编队高频率出动 对法国的防御阵地进行精准轰炸 5月13号早上8点 德军对色胆的轰炸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之内 荣克87辅出轰炸机一共出动了300架次 而德军的7大轰炸机 在8个小时之内 总共出动了3940架次 德国国防军空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轰炸 大规模持续性的空袭 把莫兹河对岸的法国阵地化成了一片焦土 法军的电话线被破坏了 防线上的法国军队各不相互之间失去了联系 法国的第55步兵师 原本想着在这次大战中打个酱油 没想到却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攻击 驻守防线的法国士兵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荣克87辅冲轰炸机的辅冲四民 让法国士兵胆战心机 最绝望的是 在色当的法国守军严重缺乏防空炮 德国空军在一整天的空袭行动中 只损失了6架飞机 在下午4点左右 位于色当南部 以及马西诺防线南部的法国后备军 接到了法国高层的命令 开始动身持缘色当前线 左翼援军的先头部队 是第213步兵团和第7坦克营 右翼援军的先头部队 是第205步兵团和第4坦克营 法国的这两股装甲部队的规模虽然小 但是每个坦克营都装备40辆坦克 一共80辆 最重要的是 这两股援军距离色当非常紧 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 这两股援军在当天天黑之前 肯定能抵达色当前线 其中左翼援军的第213步兵团和第7坦克营 甚至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赶到 大规模空袭之后 傍晚来临 德军第19装甲军的第1装甲师 做好了渡河的准备 大德一致步兵团率先乘坐橡皮法子出发 立刻遭到河对岸机枪火力的打击 这些机枪隐藏在堡垒之中 德军又派了一个突击牌 带着88毫米炮 打掉了大德一致步兵团对面的机枪堡垒 之后大德一致步兵团顺利完成了渡河 开始向南渗入法国阵地 德军的大德一致步兵团和第1步兵团 利用火炮和火焰喷射器 将法国防线上的掩体一个一个的清理掉 墨兹河南岸的阵地很快就陷落了 由于飞机和火炮夺取支援第1装甲师 实施中央突破了 西面的第2装甲师和南面的第10装甲师 暂时无法渡河 夜幕降临 只有第1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成功渡河 法国军队知道德军已经过了河 但是有多少军队过来却不是很清楚 事实上德军只过来了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 就是第1步兵团大德一致步兵团和第43突击工兵营 法国军队计划在当天晚上趁着夜色对德军攻占的桥头堡进行反击 争取把德军逼到河队岸去 然而本应该在当晚抵达前线的两支法国援军并没有出现 左翼援军两个小时的行程却用了17个小时 也就是一直到5月14号早上在抵达比尔松 比正常预估推迟到15个小时 右翼援军以及第二集团军的其他河北军到达的时间更晚 此时此刻德军的福桥还未打好 古德里恩的800辆坦克以及大量的招架车都还在莫兹河北岸 过河的德军实际上就只有两个德军步兵团 如果法军的先头装甲部队在当天晚上暗时抵达马尔菲高地 法国这两个团的步兵援军 外加两个坦克营的80辆坦克 配合法军防线上的守军 很有希望把德军的大德意志步兵团和第一步兵团打回河的远去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 德军的渡河作战打了一整天 盟军的空军并没有出现 本应该抵达的援军也未能暗时抵达 法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的这两个师孤立无援 晚上七点 法国色当前线的跑兵观察员向法国军方报告 说德国的坦克正在接近比尔松镇 比尔松镇啊 在马尔菲高地后方四公里的比尔松山林上 消息传开 法国前线部队立刻炸了锅 第55步兵师和第71步兵师开始崩溃 其实真相并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 其实德军连福桥都没有搭好 这个报告就是固扯 法军的这个错误报告 对前线士兵造成了恐慌 军队出现了混乱 第55和第71步兵师的指挥官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阵地上来回巡视 维护军队的稳定 阻止士兵溃逃 这种慌乱的局面 直接导致法军前线部队无法组织后续的反击 浪费了宝贵的机会 在夜幕之中 很多法国士兵开始放弃自己的重型武器 并向后方撤退 法军第10军的炮兵指挥官 庞塞莱特上校 努力安抚他的炮兵部队驻出难地 但是没什么用 他被迫无奈 只好下令撤退 这也导致炮兵部队放弃了大量的重炮 庞塞莱特上校几天后自杀身亡 可能就和他的这个撤退的决策有关 这个错误情报造成了著名的比尔松大恐慌 晚上8点 德军的地面部队向法军高地发击进攻 法国军队直接放弃阵地 向南撤退到比尔松山里 中心部位的24西高地 被德军两个团的步兵给占领了 晚上10点20分 德军趁着夜色向西进攻 也攻下了301高地 之后继续进攻 打掉了莫斯河南岸的所有地堡 为第二砖甲师和第十砖甲师的渡河铺平了道路 德军两个步兵团和一个工兵营 以伤亡数百人的代价攻下了莫斯河南岸的阵地和高地 5月14号凌晨1点整 德军将福桥搭建完毕 大量的卡车装甲车率先开始渡河 从凌晨1点20分到早上7点半 这6个小时 古德里安的坦克并没有过河 第十九装甲军忙碌了三四天 已经疲惫不堪 古德里安让卡车装甲车先过河 坦克部队利用这个渡河前的间隙好好休息一下 到早上7点半第一砖甲车的248辆坦克才开始过桥 就在这时 英法的飞机终于出现了 如果盟军趁着古德里安还未构建好阵地 对正在渡河的德军来个2000架次的大轰炸 可能战争就以法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可惜出现的只有十架飞机 这是英国皇家空军对色当进行的第一批十个架次的小规模侦察 并且身后并没有大规模的英法机群 色当南岸的阵地失守 这让法国高层感到非常震惊 法国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比罗特上将认为 莫兹河上的这些桥梁是战争成败的关键 他要求法国高层空袭色当 打掉德军的桥头堡 之后图太将军下令 纳木尔到色当一线的所有空军力量全部集中到色当 然而盟军动员的效率太低了 第二批飞机并没有立即出现 早上7点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此时德军装甲部队的坦克刚刚开始渡河 并且法国左翼援军的第213步兵团和第7坦克营山山来池 刚刚抵达比尔松 距离比尔松山基还有最后的两公里 然而就是这最后的两公里 法国的这股装甲部队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完 也就是当天早上8点45分 才和山上的法国守军会合 让人诧异的是 德军第1专甲时的大量坦克同样是7点半出发 用了同样的时间不仅完成了渡河 并且向南前进了9公里 和法军的这股援军同时抵达比尔松山基 双方在比尔松山基展开战斗 在刚开始的战斗中 德军并没有优势 这是因为德军坦克在渡河时 1号2号翠平星坦率先渡河 性能优秀的3号4号坦克都排在后面 比尔松山里森林茂密 地形崎岖 方便法国火炮隐蔽 德军装甲式的一个仙头坦克连 被森林中的法国反坦克炮直接送走 只有一辆坦克新存 这个面墙工有点困难 德军计划绕到谢埃里的南面 然后对比尔松实施两面夹击 但是当德军抵达谢埃里时 遭遇13辆法军坦克 双方爆发坦克战 法军装备了哈齐开斯和B1重坦 德军坦克在和法军坦克对战时 占不到丝毫便宜 德军无法击退法军的坦克部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德军过河的坦克越来越多 古德里安利用德军坦克的机动性 外加无限点高效沟通 快速改变进攻点和防御点 从而把德军专家部队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当时大多数法军坦克缺少无限电 步兵部队之间也通常需要架设电话线 甚至口头传信 法国坦克除了装甲火力有点优势 机动性通讯能力数量都不如德军坦克 在这次战斗中 法国比尔松左翼的军队损失惨重 第213步兵团几乎全军覆 第7坦克营的40辆坦克只有10辆新存 到5月14号中午 法国右翼援军 也就是第205步兵团和第4坦克营 在刚刚抵达比尔松防线 然而这个时候比尔松的法国左翼 已经战败撤退了 德军第1装甲师占领了谢埃里 下午三四点 英国的第二批71架飞机 终于抵达斯坦航空 开始轰炸莫兹河上的桥梁 这距离早上第一批10个架式的小规模侦察 已经过去了8个小时 这个时候 古德莲的800辆坦克中 至少有600辆已经跨越了莫兹河 马尔菲高丽也已经被德军牢牢控制 比住房 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 37毫米高射炮等各式防空炮 一共303门 都已经在阵地上部署完毕 在瑟当地区的莫兹河两岸 德军所建立的桥头堡已经非常牢固了 当英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抵达瑟当上空时 立刻遭到第19专甲军庞大防空火力的打击 与此同时 德军的飞机十几分钟就飞到战场 提供空中支援 德军的战斗机数量是英国皇家空军护航战斗机的三倍 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损失了44架 战损过半 这次瑟丹轰炸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德军也只是三座腹桥受损 仅此而已 当天盟军一共有167架飞机被击落 损失残住 经过一整天的交战 比尔松山里的战斗以德军的胜利而结束 法军放弃了大量的重型武器 向南收缩到斯通一带 导致德军第19专甲军的三个专甲师 齐齐瑟德的作战任务 就算是很好的完成了 与此同时 霍特第15专甲军的两个专甲师 也已经从乌镇渡过了莫兹河 法军的第一后备装甲师实施阻击 然而因为燃料不足遭遇惨败 撤回本土之后仅剩16张坦克 法国的第一后备装甲师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法军四个后备装甲师中最先覆灭的一个 也是法国后备力量遭受重创的开端 当时法国军方并不确定色当一带的德军 要攻击什么地方 法军高层认为 德军有可能直接向南朝着巴黎前进 也有可能向东绕后攻击 马其诺防线的后方 也有可能向西绕后攻击比利时的盟军主力 古德里恩并不想提前暴露战略意图 从5月15号开始 古德里恩就把第19装甲军的三个装甲师分成两波 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 向东南方向发起刺咬攻势 做出一副要绕后攻击马其诺防线后方的姿态 古德里恩的第一第二装甲师则朝着蒙克尔内全速前进 目标直指英吉利海峡 在这个时候 法国第二集团军其实已经无法阻止古德里恩的专家部队吸进了 只有法国的第六集团军能挡一挡古德里恩 这个集团军本来驻防在法国的东部边境 自从色当危机出现以来 就开始向西支援 此时此刻 法国第六集团军的一部分援军刚刚抵达悉尼 5月15号当天 古德里恩的摩托华步兵在悉尼一带 一举击败了法国的这部分军 与此同时 德军第41装甲军的第六第八装甲师 在蒙太梅成功渡河 并击败了驻扎在沙拉维尔蒙太梅一带的 法国两个要塞步兵师 这两个师失去了南北两翼的庇护 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5月15号当天被德军圈奸 此时此刻 第19装甲军的西侧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古德里恩的装甲师 在法国大平原上的各个乡村之间一路狂奔 法国腹地毫无防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紧接者 德军第16第24步兵师赶到战场 这两个师隶属于A集团军群第12集团军的第6军 古德里安立刻就调走了第10装甲师 随着德军后续步兵源源不断地赶来 法国放弃了对斯通的争夺 把目光集中到德军第10装甲师的身上 这个装甲师在斯通争夺战打了一半就火速吸取 这是因为古德里安的侧翼出现了危机 就在16号当天 法国的第4后备装甲师从南面向蒙克尔内进军 这个装甲师的师长就是后来非常知名的戴高乐 法国第4后备装甲师原计划要在当年7月才能组建完成 然而战事紧急 戴高乐准将只好硬的头皮带着90辆战车上了战场 德军高层已经觉察到冒进的装甲部队存在巨大危机 5月16号下午 古德里安的顶头上司克莱斯特下令 要求古德里安不得越过蒙克尔内 要等待后续的步兵 然而 当古德里安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已经是5月17号凌晨了 这个时候古德里安的第一第二装甲师的前锋 已经抵达蒙克尔内西侧30公里的地方 当天早上4点半 戴高乐在通往蒙克尔内的关键路口发起反击 蒙克尔内战一爆发 德军兵力不足仓促迎战 戴高乐准将的第4后备装甲师一举击败了德军 摧毁了德军的一个后勤补给车队 夺回了蒙克尔内的中央路口 还俘虏了一批德军士兵 古德里安的后方出现了危机 第10装甲师火速奔向蒙克尔内 押迫戴高乐的侧翼 同时呼叫空军支援 法军第4后备装甲师的攻势 很快就被瓦解了 戴高乐的90辆战车损失了23辆 戴高乐准将的这次反击 并未实现战情的战略目标 但是也给德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尤其对德军的指挥层造成严重的危机感 5月17号当天 克莱斯特怒气冲冲地 来到古德里安的指挥部 指责古德里安 看后方被打了吧 昨天下了命令 不得越过蒙克尔内 你为何跑这么快 双方关于停止前进的问题 展开激烈的争论 在当时 A集团军群总司令 伦德斯泰特大将 古德里安的顶头上司 克莱斯特 还有希特勒 他们都认为 装甲师单独冲在最前头 过于担保 必须等待后续步兵 元首担心受怕 今生高度紧张 这就是希特勒在法国战役中的 第一个停止进攻命令 事实上 这个时候 德军步兵大部队的先头部队 已经抵达瑟当桥头堡 距离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 大概有100公里左右 古德里安的顶头上司 克莱斯特 向古德里安施压 要求停止前进 等待步兵 古德里安很气愤 他认为 等待步兵愚蠢至极 如果真的要在原地浪费那么几天时间 法国军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重新集结部署 这就相当于是放弃了七夕色当的所有胜利战果 古德里安以辞职作为威胁 外战上面有人 最终 克莱斯特允许古德里安强力侦察 古德里安随后以侦察的名义 得以继续前进 当时 龙梅尔和古德里安一样 也收到了德军高层下达的停止前进 等待步兵的命令 龙梅尔违背命令 继续行军 并且 龙梅尔与他的顶头上司 也就是第15装甲军的军长霍特 失去了联系 随后 第七装甲师 逼近康布雷 龙梅尔对外宣称 他的第七装甲师 已经俘获了1万人 而自身只阵亡了36人 德军的第五第七装甲师 一共518辆坦克 仅仅损失了50辆 龙梅尔战过风后 新军迅速 并冲到了古德里安第一第二装甲师的前面 古德里安为之感到十分高兴 随后 古德里安激励他的第19装甲军 要全速向殷激的海峡提进 直到燃油耗尽为止 总体上来讲 在战争的第一周 盟军没有一次向阳的进攻 也没有一次向阳的反击 盟军最精锐的主力 也就是法国第一集探军群 西部的这三个主力集探军 其中有两个并没有参与多少硬仗 英国远征军打了个酱油 法国第七集探军的 这个机械化快偷部队 花了几天的时间 去荷兰打了个酱油 然后又花几天 回防又易 所有时间都浪费在路上 只有法国第一集探军 打了一场硬仗 就是阿尼战役 法军的两个亲机械化师 与德军的两个装甲师 在前期打得有来有回 以为顶住了就是胜利 然而 这是德军的阳攻 有这盟军的主力 还没能顶住 在5月16号的时候 D计划防线 就被德军B集探军群 从正面突破了 到5月17号 中部的两个法国非主力集探军 也就是第二第九集探军 已经一败涂地了 第二集探军在得到增援之后 反攻色当 也失败了 法国的四个后备装甲师 全部用完 第一后备装甲师 全军覆没 第二后备装甲师 还没有完成集结 就被德军第八装甲师 给打散了 第三后备装甲师 在斯通争斗战中失败 唯独戴高乐的 第四后备装甲师 可圈可点 这并不是说戴高乐 打了有多好 戴高乐的这次进攻 威胁到德军装甲部队的侧翼 干扰了德军战略计划的实施 只可惜戴高乐准将的兵力太少了 又缺乏友军配合 故障难鸣 德军A级探军群的进攻矛头 也就是古德莲的第十九装甲军 不仅没有被削弱 反而在北面 又冒出来一个进攻矛头 就是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 A级探军群 两个进攻矛头 齐头臂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德军猛烈的攻势 面对自身后备军队的如此惨败 法国高层尽弱目击 要知道战争才刚刚过去一周时间 德军的闪电战震惊了世界 就连希特勒本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法国总司令甘莫林 和他的副手乔治将军 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法国最高指挥部的大多数参谋都认为 这场与德国的大战 法国已经失败了 法国总理雷诺也伤心一绝 刚刚上任三天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5月16号飞往巴黎 他看到 法国政府正在焚烧重要大案 并准备疏散巴黎 在之后的会议中 法国总司令甘莫林上将告诉丘吉尔 说法国已经没有任何战略预备队可以用了 丘吉尔意识到 此时的战局对盟军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 德军的装甲部队快速激动 将步兵师远远地甩在身后 中间拉开的尖细 比之前布兰战役师还要大很多 德军的巨大成功伴随着巨大的危机 让希特勒感到非常恐惧 德军装甲部队就像一匹即将脱缰的野马 希特勒怒不可遏 说这些不服从命令的人正在毁掉整场战役 在法国战役中 行动过快的德军坦克与步兵严重脱节 为了消除危机等待步兵 德军高层一共下达了三次非常著名的停止进攻命令 第一次停止命令从5月16号开始 持续了18号 当时德国国防军陆军总装指挥部 以及前线装甲部队的各级指挥官 他们大多数都坚持继续行军 而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却希望放缓坦克部队的前军速度 德军指挥层出现了严重的一些分歧 这种分歧归根结底 其实是德军高层中传统保守主义者 和机动部队改革派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二战爆发前就存在 第19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 和第7装甲师师长鲁梅尔 他们俩是前线装甲部队指挥官 独断专行的典型代表 甚至直接忽视总部的命令 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指挥战役 尤其是鲁梅尔 他甚至像一个连长一样 指挥他的第7装甲师 油门踩到底 使劲往前冲 这并不是说古德里安和鲁梅尔的军事素养低 德军一贯的任务式军事指挥 是明确允许指挥官在复杂局势下 进行独立自主的作战指挥 这种任务型的军事指挥 在二战之后被各国广泛研究 现如今依旧被奉为规念 在当时 德国军方在战役计划的执行上 出于谨慎的考虑 伦德斯柴特 哈尔德希特勒 越来越多地干涉战役之行 这也导致了战役计划无法顺利实施 德军装甲部队的前线指挥官 通过对上级命令的不同解释和友谊隐瞒 以及制造各种意外 总能找到方法 堂次无视希特勒的停止命令 最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就是失控的各个师长军长 与顽固的德国高层之间 大眼瞪小眼 又是失联又是闪现 到5月18号下午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参部长哈尔德上将 在和希特勒一番争论之后 终于获准让部队继续前进 总体来说 第一波停止命令 虽然对前线装甲部队造成一定的困惑 但是几乎所有的装甲师 都在持续快速前进 5月18号 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抵达佩罗那 5月19号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继续前进 在索姆河附近 击溃了英军预备部队的两个步兵师 之后攻占了雅绵 就在这时 戴高勒准将的兵力得到了补充 坦克和装甲车达到155辆 戴高勒对蒙克尔内发起第二次进攻 但是遭到德军 戎克87辅助轰炸机的袭击 戴高勒的155辆坦克和装甲车 损失了80辆 再一次被击退了 此时此刻 德军的坦克都看到屁股后面了 盟军各部都知道很危险 但是拿不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英国远征军除了在战争的第一天 收到出发的命令之外 之后的八九天的时间 法国总司令甘莫林上将 甚至没有给他们下达任何作战命令 英军的两个后备师 在索姆河附近被击败之后 英国总参谋长艾伦赛德将军 紧急飞往朗斯 在英国远征军总部 会见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 要求他向西南方向进攻压绵 目的是保证远征军后方的安全 英国远征军一滚九个师 其中有七个在埃斯科河一带 与德军对峙 只有两个师可以向亚绵方向发起进攻 当然了 这个向亚绵发起反击的计划 是英国的想法 而法国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 比罗托上将 依然没有任何反击的迹象 英国总参谋长艾伦赛德将军认为 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 英国远征军存在全军覆没的巨大危机 他返回英国之后 立刻着手制定相应的措施 其实在这个时候 法国总司令甘莫林 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反击计划 大致的方案是 让困在北历史和法国北部的盟军部队 向南突围 法国南部军队从索姆河向北进攻 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然而 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 法国总司令甘莫林和他的副手乔治将军 就在5月19号当天晚上被解职 魏刚将军担任法国总司令 魏刚提出的反击计划和甘莫林的计划很相似 也是要南北夹击德军的装甲部队 德军克莱斯特装甲集群 向海峡区域推进的速度太快了 开辟的通道也非常狭窄 后续德军步兵 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跟上 所以魏刚的这个南北夹击的反击计划 越倒实施 战略价值越高 对盟军来说 时间非常紧迫 然而 法军指挥层的这次大变动 至少耽误了两天时间 德军的步兵师利用这段时间 努力天线 巩固装甲部队开辟的走廊 5月20号 古德里安第二装甲师的前锋 抵达海滨努瓦耶勒 已经可以看到索姆河河口和英基里海峡了 此时此刻 德军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保卫圈 将法国第一集团军 英国远中军 以及比利时军队 全部围了起来 对盟军来说 局势突然严重起来 英国在没有通知法国的情况下 在5月20号当天 开始致力撤退计划 代号发电进行动 英国做两手准备 一方不测 5月21号 法国新任总司令 魏刚将军 乘飞机进入北方的保卫圈 会见盟军的各级将领 由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 比罗托上架 比利时国王利奥伯多三世 以及英国远征军 哥特将军 魏刚同他们一起 落实这个南北夹机的反击计划 虽然英国正在秘密筹备 发电机行动 但是 丘吉尔依然支持魏刚的反击计划 比利时国王利奥伯多三世告知魏刚 比利时的军队缺乏飞机和坦克 所剩的食物也仅能维持两周时间 比利时的军队已经无法执行反击任务了 利奥伯多三世并不反对这个反击计划 但是同时 他也仅是魏刚 如果英国远征军离开比利时南下 比利时军队将会崩溃 比利时方面给出的建议是 在法国的敦克尔克 以及比利时的弗兰德海岸一带 构建一个探头阵地 依靠港口对盟军谨心不及 盟军内部意见不一 魏刚计划并没有立即观彻 尽管大规模的反击行动没有实施 但是盟军依旧发动了局部的反击 这次行动是由英国远征军的弗兰克林少将 率先发起的 在5月21号当天 英军从北部突然向阿拉斯发击反击 法国的第三清击计划师 在侧翼打掩护 这次攻击行动并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 弗兰克林就假设自己的任务 是营救驻守在阿拉斯的盟军部队 在英国弗兰克林少将手上 有两个师位在一个装甲里 但是他只投入了部分兵力 外加74辆坦克向南进攻 由于德军装甲部队过于分散 英军的这次攻势 在刚开始取得了胜利 托使德军向南收缩了几公里 之后英军继续推进 隆美尔迅速调派反坦克炮 集结坦克部队一举击退了英法军队 在阿拉斯战役中 英法协同作战 但是配合的不好 英法两军损失了坦克超过60辆 而德军仅仅损失12辆 此战之后 英法军队放弃了阿拉斯 第二天也就是5月22号 法国军队从南部发动了一次小规模攻势 但是遭到德军空袭 被迫撤退了 盟军这两次不像样的反击 虽然战果非常有限 但是对德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续影响 罗美尔在写战报时说 他的装甲师遭受盟军百余量坦克的攻击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克鲁格跑兵上将也认为 他的第五第七装甲师的侧翼非常脆弱 同时装甲部队的补给也有些跟不上 他向A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泰特大将建议 应该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伦德斯泰特也有同样的担忧 克莱斯特装甲机群总司令也认为 这是严重的威胁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由紧张变成了恐慌 盟军似乎要对德军装甲部队的两翼实施夹击 希特勒在5月22号下令 所有机动部队要在阿拉斯两次行动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二次停止进攻命令 这个命令颇使德军装甲部队 攻占英吉利海峡港口的进度 推迟了24个小时 然而非常戏剧化的是 盟军的反攻计划并没有实施 原因之一就是 法国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比罗特上将 在5月23号遭遇车祸 不幸去世了 比罗特上将那可是英法两军的顶梁柱 也是最了解魏刚计划的前线指挥官 他这么一死 盟军的反击计划成了未知数 此时此刻 英国政府对魏刚的突围计划 已经失去了信心 于是决定撤军 位于阿拉斯一带的英国远征军 开始向海峡港口撤退 就在5月23号当天 古德连的第二转甲师 攻占了布罗涅的海岸 第二天也就是5月24号 古德连的第十转甲师 开始进攻加莱 英国第三十人摩托化旅渝 和第三皇家坦克团 配合法军死守加莱城 这也导致德军第十转甲师 无法快速攻下加莱 自从阿拉斯的侧翼危机出现以来 德军克莱斯特转甲机群的 五个转甲师 依旧在快速推进 希特勒如坐征战 终于在5月24号 希特勒忍不住了 他飞往沙拉威尔 与A级特军群总司令 伦德施泰特大将碰面 伦德施泰特提出 应当用步兵 消除阿拉斯一带英军的威胁 除此之外 敦克尔克周围的沼泽地 并不适合坦克作战 需要步兵配合 克莱斯特装甲机群 应当维持敦克尔克附近的战线 等待步兵上来 希特勒认为很有道理 然而 在德军前线的 师级军级指挥官 根本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危险 古德里安认为 德军面临的真正威胁 使盟军将会快速撤退到海岸 然后依靠港口建立贪头阵地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参谋长 哈尔德上将和古德里安的观点一致 然而 希特勒却急切敦促装甲部队 停止前进 等待步兵 德国国防军陆军总指挥部 再也无法顾及前线指挥官的意见 被迫妥协了 导致了在敦克尔克的这个著名的停止进攻命令 1940年5月24号 德军A集团军军总司令伦德斯泰特大将 向前线传达了这个命令 要求阿拉斯西北的装甲部队 不得越过朗斯到格雷夫里一线的运河 德军2000多辆坦克在运河一线 同时细火 这个时候 克莱斯特装甲集群 已经在运河对面构建了多个桥头堡 但是由于希特勒的停止命令 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 并没有过河 英法军队只用很少的兵力 就守住了通往敦克尔克的道路 希特勒为何在敦克尔克跟前 直接杀停了装甲部队呢 这个时候 包围圈内的英法军队 大概有45万人 比利时军队还有20个师 被围的盟军 各种轻重武器应有今有 法军还有两个残缺的轻机计划师 英军大约还有三四百辆坦克 比利时还有一个骑兵军 盟军虽然被围 但是兵力雄厚 战力不可小觑 而索姆和南部也有大量的法国军队 如果盟军鱼死亡破来个南北夹击 那么冲在最前面的德军专家部队 十分危险 同时考虑到敦克尔克周围的沼泽地形 德军前线专家部队薄弱的侧翼 以及后勤补给跟不上等等因素 德国高层和法国前线的指挥官都意识到 在这样的条件下 如果没有步兵 单纯的专家部队 并不适合在敦克尔克周围打工艰产 以希特勒为代表的高层认为 既然打不了 那就停下来等待步兵 增强不挤 解决侧翼危机 之后再行动 古德里安和哈尔德 是希特勒停止命令的主要反对者 他们认为 德军面临的真正威胁 是盟军将会快速撤退到海岸 然后依靠港口 建立探索阵地 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就是 继续快速推进 在盟军抵达港口之前 截住他们 总之分歧非常大 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 他认为 空军立功的绝佳机会来了 他信誓旦旦地向希特勒保证 仅凭空军就可以切断 印法军队的海上车队通道 然后歼灭被围的盟军军队 希特勒在5月24号晚上 发布了第13号命令 要求德国空军 要彻底歼灭 在敦克尔克包围圈内的 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军队 阻止他们逃跑 注意这条命令 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希特勒歼灭盟军的意志 非常强烈 就在十几天前 丘吉尔代替詹伯伦 担任英国首相 在发表就职演讲的时候 丘吉尔就曾经说到 他要竭尽所能 以陆海空三军 全力支援法国 要不惜一切代价 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这个刚刚上任的强硬派声称 要不惜一切代价 跟德国干 希特勒还是有所估计的 希特勒停止命令的出发点 是万全之策 可能发起的南北夹击 停止进攻命令开始之后 德军南部的装甲部队 停止了前进 此时收缩包围圈的任务 就落到德军 避及他军群的身上 就让比利时军队 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 英法军队 得到了至关重要的 喘息和撤退的时间 截止到5月14号 比利时依然有大量的军队 有8个军 总共大约20个师 比利时军队沿着利斯河 驻守一条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 戈特将军 在5月25号 彻底放弃了 法国总司令 魏刚的反击计划 并在第二天开始 向西反击 全面撤退 当时英国的这个撤退命令 并没有告知法国和比利时 英国远征军向西反击 主动撤退到利斯河的北面 比利时军队接管了一部分的 英军防线 并允许英军后撤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 戈特将军 和他的参谋长 布纳尔将军 他们自己都承认 英军的撤退 将意味着 法国第一集团军的毁灭 他们将会因此受到谴责 还有人曾经这样问过 说如果英军撤走了 那么比利时军队该怎么办呢 英国远征军总司参谋长 布纳尔是这么回答的 我们一点也不在乎 比利时人会怎么样 英国远征军撤走之后 在利斯河与里尔之间 形成一个数十公里宽的缺口 德军迅势南北夹击 事实何为 来不及撤走的 法国第一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被德军包围在里尔一带 在包围圈之外的英法军队 全部向敦克尔克撤退 英国远征军第二军军长布鲁克中将 统领四个师 在伊波尔运河沿线 阻击德军 掩护大军撤退 德军用飞机空头大量的券箱传单 包围圈内人形黄黄 局面非常混乱 被一气的各种车辆堵塞了道路 大批难民也涌向公路 英国国内的气氛非常压抑 英国首相丘吉尔声称 英国军队的根基 核心和大脑 都被困在了顿克尔克 即将面临灭亡 5月26号 英国国王乔治六师宣布 26号当天为全国祈祷日 随后邱吉尔下令 开始实施发展机行动 其实在发展机行动开始之前 就已经有28000人的非战斗人员 从顿克尔克撤离了 5月26号下午3点半 希特勒命令装甲部队继续前进 但是大多数部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也就是5月27号早上 才真正开始继续前进 停顿的时间已经持续了三四天 古德里延第19装甲军第一装甲师的前锋 在5月27号上午就已经开到了敦克尔克附近 距离市中心仅有6.4公里 敦克尔克的港口进入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 古德里延可以看到 大量的盟军船只在敦克尔克附近的海域上 进进出处 5月27号 这是撤离行动的第一天 当天英国动用一艘巡洋舰 八艘驱逐舰和26艘其他各类船只参与营救 德国空军对敦克尔克实施猛烈轰炸 德国空军出动了300架轰炸机 在550架式战斗机的护卫下 对敦克尔克进行了12次空袭 投下1.5万枚高爆弹和3万枚燃烧弹 两艘大型运兵船被击沉 敦克尔克小城几乎被摧毁 英国皇家空军在大撤退期间 奉命提供空军掩护 而英国海军军舰吃水又很深 无法靠近海滩 所以在5月27号行动的第一天 盟军的撤退行动非常缓慢 只撤出了7669人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撤退 大约需要40天时间才能完成撤离任务 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英国军方紧急呼吁英国民众提供船只 很快有超过850艘各式船只响应号召 和海军战舰一起 冒着德军飞机和潜艇的攻击 在英吉利海峡上来回穿梭 英军已经在撤退了 比利时感觉不妙 5月26号27号这两天的战斗 让比利时军队处于崩溃的边缘 5月18号这是发电机行动的第二天 比利时国王利奥伯德三世宣布投降了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哥特将军 和他的参谋长布兰尔将军 对于比利时的投降感到非常愤怒 比利时的投降在敦克尔克以东 留下一个巨大缺口 哥特将军被迫派遣三个师填补防线 28号当天 在敦克尔克上空出现厚厚的云层 这不利于德国空军实施空袭 当天也就是撤退的第二天 又有17804米英国士兵成功撤离了 5月29号天气很好 非常适合德国军空军的空袭 德国空军的戎克87辅充攻炸机 对英国船只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这是发射机行动中 盟军海军损失最惨重的一天 德军一共发动了五次主要袭击 只有两次受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反击 盟军的舰船损失惨重 当天仍有47310名英国士兵被沉公接回 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在敦克尔克西侧 已经连续攻击了三天 但是面对盟军兼顾的防线 古德里安装甲部队进展非常缓慢 在5月29号当天 德军高层命令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退下 有难免的第14摩托化军的三个摩托化步兵师 承担攻击任务 古德里安非常懊恼 他在回忆录里提到 如果不是西特特的停止命令 第19装甲军早就已经攻下了敦克尔克 5月30号敦克尔克的上空又一次覆盖着厚厚的云层 这非常不利于德军轰炸 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了9支巡逻队 没有遇到任何德军变队 当天英国远征军等所有部队 都已经进入了敦克尔克的防御圈 法国第一集团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也进入了防线 由于港口码头被德军轰炸 受损严重而无法使用 等待撤离的士兵被安排到两个长长的防波堤上 其中东防波堤向大海延伸了1.5公里 防波堤无法停靠大船 士兵们需要先乘坐小船 甚至有大量士兵从海滩上直接汤水百米上船 当时英国军队在撤退中搞什么优先权 这让法国军队非常气愤 法国军方提出要求 法国士兵应该与英国士兵一同撤退 英军被迫也走进了一支殿后部队 而法国军队依旧承担着主要的殿后走进任务 在5月30号当天也就是撤退的第四天 又有53,823名士兵成功上船 其中包括第一批法国士兵 5月31号这是发列机行动的第五天 德国空军以损失17架飞机的代价 击沉了一艘盟军的运输船 另外机商各式船只12艘 英国空军也损失28架飞机 当天有68014名英法士兵成功撤离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将军也返回英国 在这个时候被包围在里尔城的法国军队已经弹尽粮绝 35,000名法国士兵被迫投降 在5月月底的最后三天 英法军队基本上守住了敦克尔克的防御圈 但是进入6月战况开始迅速恶化 6月1号发列机行动的第六天 又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事实上在发列机行动的这9天时间 适合德军空袭的好天气只有两天半的时间 分别是5月29号和6月1号 英国皇家海军在整个行动中 一共有6艘驱逐舰被击沉 就是发生在这两天 6月1号当天 英军有3艘驱逐舰被德军的辅助攻略机给击沉了 法军也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 尽管如此 当天成功撤离了64,429名英法士兵 之后德军不断加大空袭力度 同时包围圈在不断缩小 敦克尔克遭受德军大规模炮后的袭击 这让盟军在白天的撤离行动异常艰难 从6月2号开始 撤离行动只能在夜间实施 这个时候敦克尔克大概还有12万人 其中大概有11万多都是法国士兵 英国殿后部队大概只剩下4000人左右 6月2号、3号这两天 盟军在夜间大概撤走了53000名士兵 其中就包括英军最后4000人的殿后部队 至此包围圈内的英国士兵全部撤出 就在此时发炼机行动的总指挥 向英国告同示意 撤离行动完成了 其实并没有完成 这个时候敦克尔克还有六七万的法国士兵 而德军距离敦克尔克只有最后的三公里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坚持要把剩余的法国士兵也给救出来 于是英国皇家海军在6月4号返回敦克尔克 当天有两万六千名法国士兵也成功撤走了 然而最后一支4万人的法国殿后部队已经来不及撤退了 他们大部分都隶属于法国第一集团军的第二轻机计划师 以及第七集团军的第68部兵师 这两个师都是法国第一集团军群的精锐部队 这支部队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拼死掩护队友上船 6月4号当天 敦克尔克被德军攻陷了 这4万法国士兵无奈全部投降 194年6月5号 希特勒无比激动力对外宣布 敦克尔克沦陷了 最后投降的4万法国军队 是英法军团最后的力量 德军已经缴获了数不尽的物资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战役已经结束了 希特勒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宣称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歼灭战 德军A7弹军军总司令伦德施塞特大将认为 这是战争中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 在德国公众看来 敦克尔克战役是德国压倒性的 决定性的巨大胜利 对于敦克尔克战役 古德里安在后来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他说没有及时下令进攻敦克尔克 是德国在西线的主要错误之一 曼斯坦尹也认为 这个长达三四天的停止命令 是希特勒最关键的错误之一 在停止命令的这个问题上 希特勒坚信 一旦英国军队离开了欧洲大陆 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逃走就逃走 在海峡的另一侧 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演讲 他说发战金行动是一次拯救的奇迹 但是这只是成功的撤离 而撤离并不能赢得战争 发战金行动从5月26号晚上开始 到6月4号结束 前后历时9天 撤离的盟军士兵总数为33万8226人 其中有21万5000人是英国士兵 整个行动中 英国远征军有3500人阵亡 法军有18000人阵亡 英法两军在敦克尔克战役中的伤亡总数 大概有6万人 另外大概有75000名法国士兵 在里尔和敦克尔克被俘 1904年6月5号 法国第二阶段的战役开始 德军把四个装甲军分成两拨 克莱斯特装甲机群 划归B级坦军群 德军在古德莲第19装甲军的基础上 另外组建了古德莲装甲机群 隶属于A集团军群 德国的B集团军群向巴黎的两侧推进 A集团军群要解决东部的法军 以及绕后攻击马切诺防线 德军从索姆河埃纳河一线 向法国南部发起进攻 德国第四集团军成功占据了索姆河上的桥土堡 霍普纳的第16装甲军 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 坦克装甲车超过1000辆 试图渡过索姆河 但是遭到法军猛烈还击 在第一波攻势中 500辆坦克损失了80辆 在压缅 德军的攻势被法军大规模炮击给击退了 德军渡河遇到极大困难 法国索姆河埃纳一线的防御得到充分加强 法军调兵前将 成立了第一第二装甲师 补充了戴高乐第四装甲师损失的车辆 法国以最大能力和速度 弥补装甲部队的损失 并完善了后勤 德军在进攻的前三天 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只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空军身上 德国轰炸机频繁出击 炸毁了众多法军火炮 德军的装甲部队和步兵 这才有机会实施渡河 法国最后的空军力量也开始频繁出动 从6月5号开始连续五天时间 法国空军进行了大约2000架次的飞行任务 其中有500架次是轰炸任务 由于在对战中存在劣势 飞机快速分支 并且无法补充 四五天的时间 法国的空军几乎丧失战斗力 在这期间 英国皇家空军对法国也有几百架次的增援 但是也损失惨重 德国空军建立了绝对的空中优势 并直接对法国的炮兵装甲部队实施猛烈打击 法国的装甲部队迅速被打散了 德军地面部队在空军的支援下 终于得以成功渡河 位于阿布维尔以南的 法国第十基层军的前锋被击溃 之后 向塞纳河上的鲁昂以及南方一带撤退 法国防线逐渐被击破 德军再度开始快速进军 卢梅尔的第七装甲师 渡过塞纳河后朝着色宝前进 古德莲装甲集群朝着瑞士边境开去 6月10号法国政府逃到波尔多 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 卫刚非常悲观地固测 法军用不了多久就会瓦解 6月14号巴黎沦陷了 英国远征军的几个师在6月15号开始 第二次撤退 雷诺内阁非常绝望 在6月16号 雷诺辞去法国总理之位 法国元帅被当接任 被当的策略是向德国求和 法国将会被分为北部的德国占领区 和南部的自由区 当时正在伦敦的戴高乐 他发表了618演说 戴高乐拒绝承认被当政权的合法性 开始在英国组织流亡政府 戴高乐当时只是一个准将 在雷诺内阁的最后时刻 林威受命担任了十天的国防副部长 随着被当上台 政策转为向德国求和 戴高乐不愿苟同就来到英国 戴高乐准将是无名之辈 没啥身亡 当时在事件范围内 除了英国 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支持戴高乐 在东部 古德里安的两个装甲军 快速向法国瑞士边境推进 6月17号 古德里安装甲机群抵达瑞士边境 切断了马其诺防线 和法国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 大量的法军被围 在古德里安合围之前 里布大将的C集团军群 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马其诺防线实在太难打了 举个简单例子 在这个角 四少艾南布尔防御攻势 这是法国马其诺防线上 遭受最多炮弹打击的法国堡垒 堡垒和法国士兵毫发无伤 并且向德军阵地发射了 16万发75毫米炮弹 火力极其猛烈 不仅是这一处 马其诺防线上的所有堡垒 几乎都无拘德军的任何火炮 迫不得已 德军只能把破甲神奇88毫米炮 给拉上来 还有一些列车炮也开过来 88毫米炮打堡垒效果很好 但是这款炮装备的不多 尽管如此 一直到战争结束 在马其诺防线上的 58座主要的大型堡垒中 只有10座是被德军强攻占领的 所以总体上来说 C集团军群 从正面强攻马其诺防线的效果非常差 如果不是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绕后 扑使法军第四集团群主力撤退 C集团军群 不可能从正面突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 古德里安的大部队抵达瑞士边境之后 所有的部队掉头向北 来个90度的大转弯 法国东部的守军 以及马其诺防线即将崩溃 6月18号 龙美尔的第七专甲师 横穿诺曼地大区 占领了海港城市瑟宝 至此 法国的抗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希特勒也同意了 法国政府的停战请求 希特勒告知法国高层 谈判地点要在贡比涅森林 当年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法国和德国 就是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辆火车上 签订了停战协定 希特勒还特意把原来的那辆 签协议的火车车厢 从博物馆里搬出来 移到原来的地方 作为这次签订停战协议的场所 1940年6月21号 德国法国开始两国的停火谈判 双方达成遗址 停火协定将在6月25号生效 至此 法国战役就结束了 据顾测 德军上亡了18万人 其中有4.5万人阵亡 意大利伤亡6000人 法军伤亡20万人 其中阵亡了8.5万人 另外 有154万法军被俘虏 印军伤亡6.8万人 其中大概有1万人阵亡 比利时军队大概有2万人伤亡 另外 有20万比利时军队被俘 虽然此时布兰已经灭亡 但是 仍有不少布兰军队参战 布兰军队有5500人伤亡 1.6万人被俘 总体来看 盟军总伤亡37万人 有175万人被俘 短短42天时间 盟军损兵226万 希特勒欣喜若狂 他战前姑测 没有100万的伤亡 打不赢法国战役 没想到 德军的总伤亡只有大约20万 而盟军损兵高达226万 德国取得了法国战役的胜利 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之前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漫长消耗中 被耗得山雄水尽 最后足强失败 而这一次 同样是面对人力物力 占绝对优势的盟军 德军成功避免了消耗战 德军的巨大成功 他并不取决于 庞大而缓慢的步兵师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德军集中了德国 最精锐的装甲师和摩托化部队 投入到主攻方向 地面机械化部队的高速机动 空军的高效配合 以最快的进攻 打赢决阵型的战役 两翼没有保护 也无所顾忌 直插战役纵身 摧毁了法军的后备力量 将盟军主力围困在 比利时 并实施歼灭 仅仅六度时间 盟军数百万大军 就全部失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